大家知道現在台灣手機試戰隊的前三名是誰嗎? 第一名就是蘋果 第二名就是三星 第三名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角 OPPO啦 OPPO在今年七月熱騰騰的推出最新的 Reno10 Pro Plus 打出了人像專家的稱號 我們實際使用它主推的6400萬畫素 前望式鏡頭拍出了三倍人像 只能說現在真的不需要單眼大砲 就可以拍出超級專業人像的照片 所以它穩坐前三名的寶座當之無愧啊 除此之外呢今天也會用 Reno10 拍攝比較 給大家滿滿的範例參考 大家就可以選一下自己到底喜歡哪一支手機拍出來的感覺 節目正式開始之前呢 記得一定要先幫我們按個讚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節目的內容 也記得一定要分享出去 並且幫我們訂閱喔 我們會準備更多滿滿精彩的內容跟大家分享囉 歡迎收看 未來生活的提案 我是科技藥學會的阿珊 我是直升科技藍喔 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OPPO最新出的手機 Reno10 Pro 我的是 Plus 它就是主打人像很厲害 尤其是 Pro Plus 的部分 它有三倍的畫面 潛望是變焦鏡頭 然後是三倍人像的 就可以拍出很專業那種單眼拍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人像模式越做越厲害 而且OPPO的確也是這個領域的 佼佼者之一 沒錯 因為其實我拍的時候有嚇到 就是一趟 你即便不用專業的帶點相機 你也可以無腦式的拍出專業的相片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最愛那些品牌 其實老實說對於我們旁邊來說 拍照 尤其原像上面是最友善的 Apple啊 或是日本品牌的手機啊 我覺得做的都沒有像是OPPO啊 VIVO做的更好 那我覺得在台灣其實會選擇OPPO的 我覺得女性族群非常的多 對 我朋友也是 因為OPPO它就是強調拍照起來會特別的好看 然後它裡面內建了很多美顏的功能 而且做的都很自然 然後它在使用的效能上 我覺得它一向給人的感覺是夠用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而且我覺得開架也是開的還蠻合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 來看看自己到底適不適合 Reno 10 Pro這台新手機囉 主要就會跟大家分享 這兩隻拍照起來的效果 如何給大家比較看看 首先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外觀的部分啦 其實它這次Pro跟Pro Plus出了兩個顏色 一個就是 我手上的這個銀灰色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幼紫色 幼紫色它做的是比較鏡面亮面的 摸起來就是比較光滑感 我自己覺得這個銀灰色它很特別 它摸起來是這種絲滑的感覺 Oppo說這其實是他們自己家的一個金鑽工藝 那其實我覺得兩隻手機握感都還不錯 對 蠻薄的 然後它兩邊因為它是橘面螢幕嘛 然後後面也有做收進去的處理 整體手感算蠻不割手的 他們兩個從外觀上最大的差異就是在它鏡頭模組 就可以很好地分辨出來 我覺得就是對他的品牌都很會用設計的方式去 讓大家覺得他們的相機很厲害 我覺得這是對岸的美學 最特別的是Pro Plus 它下面有一個潛望式的變焦鏡頭 在外觀上面 這邊就是一個很好分辨的地方 我現在搖一搖有聽到一點點聲音 代表它有光學防手震 真的耶 來拍GR的時候下面就有人問說 我買了一台相機 可是我晃的時候它會有震動 是不是壞掉我把它拿去換 沒有沒有 那就是光學防手震 它自己有一個會動的一個模組 另外還有一個蠻大的差異就是 他們用的處理器其實是不一樣的 當然 Plus 一定是比較高級一點 沒錯 我手上這支 Pro 它用的是蕭龍的 778G 處理器 Pro Plus 就是用 A Plus Gen 1 其實這兩個處理器都不算是最新最強的處理器 但是我覺得對於習慣使用 OPPO的人來說 已經算是非常夠用 但是 A Plus Gen 1我覺得要注意就是 市面上有說它的功耗表現比較嚴重 就是它可能會發熱比較耗電一點點 但基本使用我覺得也是沒有問題 而且加上有閃充的加持 我覺得這些處理器的優勢的面向 其實來自於 例如說我拍照我想要連續拍 手機差一點的處理慢的 你就做不到連續快速拍攝 那另外就是像這一支 Pro Plus 它這邊有特別的標 它有一個圖像處理器的支援 所以呢它在圖像的處理演算上面 會有它自己不特別的優勢 雖然一般使用你不會感覺到差別 但是旗艦還是有旗艦的優勢 它盒子裡面附的東西 基本上 Pro 跟 Pro Plus 是大致相同的 裡面都有附贈手機殼 這是他們一貫的做法 那 Pro 附的是透明的 那銀灰色就是附 也是霧面灰色的手機殼 那在盒子裡面有這個充電器 我覺得這真的是超佛心的 因為現在很多的手機品牌都不在附充電器 對啊 而且 OPPO 的快充其實很有名 我覺得他們直接附上這個快充頭 真的很佛心 而且你接上去之後 它的螢幕就會有出現那個標誌 那個動畫很爽 可以快充到100W 可是你必須是220V的電源 就是對岸的規格 那在台灣110V的話 快充是只能達到80W的 可是也很誇張 對 其實也蠻快的 我自己今天早上在10點05分充的時候 它是26%的電 大概10點半的時候看它已經充包了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是某水果牌的快充只有30W 還要額外去買他們的快充頭 不過比較酷的就是 它這顆充電頭 它這邊的孔還是一般的USB 不是Type-C 也沒關係 因為它線都附上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用煩惱說 要去哪裡找線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 它拍照的效能到底如何囉 Pro Plus 它有一顆5000萬畫素的主鏡頭 還有一顆8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還有一顆6400萬畫素的潛望式變焦鏡頭 那這三顆鏡頭呢 其實我們實際使用下來 像是主鏡頭或是變焦鏡頭 拍出來都是1200萬畫素 當然是你在設定裡面 你可以選擇說 是不是要拍攝高畫素的相片 它可以有一個 它上面有一個High的圖示 對 一般這種就是畫素比較高啊 它就是會透過畫素結合的方式 來提升感光的能力 帶來更好的畫質 所以主鏡頭雖然是5000萬畫素 但是實際拍下來就是大概1800萬畫素 那它有光學防震 是不是比較厲害 當然囉 光學防震就是在物理上 我們做到防震的動作 它可以提升畫質的表現 拍照希望不要晃到的話 除了手要穩之外 就是提升快門的速度 那提升快門的速度 其實吸進的光會變少 這個時候相機就要提升ISO 會有什麼效果呢 雜訊變多 如果它有光學的防震 我就不用透過提升快門 或是拉ISO的方式 它就有更多的餘域 去提供更好的畫質表現 那Pro它的鏡頭配置就是 有一顆5000萬畫素的主鏡頭 然後一樣有一顆8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 那還有一顆就是3200萬的人像鏡頭 那這兩個主鏡頭呢 都是5000萬畫素的光圈都是1.8 沒錯 但是畫素跟畫質是兩碼之四啊各位 所以賬面上還是很難判斷 那另外我覺得廣角上 兩個都是800萬畫素的超廣角 哎也是難判斷因為我猜是差不多 另外就是比較重要就是 人像會使用到的長焦鏡頭 ProPlus上面是3倍的變焦鏡頭 那Pro上面是2倍變焦鏡頭 那規格上也不一樣 所以我也蠻好奇 它們奇跡表現的差別是如何 OK 我們就直接進到人像模式的比較吧 我自己的用眼睛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一支會比較像是85mm以上 那全片幅單眼的來看的話 那這一支的2倍 我覺得就比較像50mm 這個專注力高很多 然後這個就是有把環境一起交代出來 阿山你覺得它的背景虛化做得如何 真的很像半眼拍的耶 我真的有被它嚇到 邊緣處理其實非常非常的自然 居然用一隻手機就辦到了 我到底為什麼還要去買鏡頭 雖然我覺得處理出來的效果 一個畫素一個畫素去看的話 當然還是看得出差別 或是不自然的地方 但是如果小圖放在手機上面看 或是傳到社群網站上面 我覺得那個目的已經達到了 對 而且其實如果我在社群上看到這張照片 我就會問說 欸你是要哪一台相機拍的 畫面光影的處理你覺得怎麼樣 蠻厲害的 因為比較早以前的手機的話 我會覺得它對光影的處理太平了 OPPO這一次在人像模式上的光影處理 它有保留了光影該有的對比 那同時它在人像膚色的處理 我覺得是自然的 不會讓你太過粉嫩太假 Pro Class它這一隻在光影處理上 我自己比較喜歡 如果跟Pro比起來啊 它還是比較綠體一點 就是明暗度的表現 比方大它為什麼會有那種油畫的感覺 我覺得畫質的差別啦 我覺得這個時候 它的變焦鏡頭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 它的確畫質是好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們昨天在拍的時候 就是剛好有太陽出來的 這在攝影上面其實有一個說法就是 光影的對比度是非常強的 如果用一般的相機拍的話 其實後製的調整蠻不容易的 可是如果用手機拍 哇 它覺得幫你處理好 對而且處理好還蠻不錯的 對啊 我比較喜歡三倍 以畫質來看的話 我的確覺得Pro Plus畫質在好一點 可是如果一個人喜好的話 我喜歡廣一點 我喜歡環境多一點 不知道大家對於Pro Plus跟Pro 這兩隻拍出來人像 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張呢 歡迎在留言的地方告訴我們 那接下來要比較的就是 主鏡頭 超廣角鏡頭 變焦鏡頭 一般的拍照模式下 這三個鏡頭表現有什麼大別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主鏡頭的表現如何 第一個場景 是在一個巷弄裡面 然後有帶到天空的 這張照片我覺得 最明顯就是可以看 OPPO這次對於天空的處理 因為其實手機對於天空啊 都會把它變得更藍 光把它壓得很多 Pro很藍 Pro Plus相較而言 其實更接近我當天看到的 但其實蠻好的 我覺得處理得很像 可是這一隻的藍色 稍微在偏綠 偏黃一點點 Pro的話就是大陣藍 我們現在把主鏡頭的照片 放大到旁邊的綠色蠢戶 Pro Plus的主鏡頭 在邊角的畫質上 銳利度是更好的 牆地上的溫度 沒有糊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那個小磁磚啊 都看得到 Pro這邊稍微模糊掉一點 那油畫感出現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比較一下 超廣角鏡頭表現怎麼樣 哇天空長得不一樣耶 欸對耶 它的HD還更鮮明 然後這一支 Pro上面的細節都比較不見 在左上角的雲 在Pro Plus的時候 看得出來就是雲朵有灰色 有白色的那種陰影漸層變化 Pro的上面就發現就是一團白雲 這邊有很多紙邊耶 完全沒有 我們剛剛發現一個點就是 在強光之下 樹葉的剪影啊 其實我的Pro 它紙邊的狀況是比較嚴重的 可是在Pro Plus上面 雖然一樣是超廣角 但是幾乎看不出來有任何的紙邊 魔鬼長在 細節裡 最後一局呢 就是我們要來看 它的變焦鏡頭表現如何 這一支的 前方式變焦是三倍 然後是兩倍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我們 第一個場景 接到樹的地方 就是我的天空比較少 對 視野有一點點差別 光是這樣看我就覺得 我的人工感比較強 你的比較自然 我這感覺是 這個AI 很用力在做事 這邊就像是 比較像是相機拍出來 直接捕捉的畫面 那我們放大看 樹葉的變化 我覺得我這邊就是 遠順法 做得太用力了 所以它的邊邊整個有點失真 銳化做太多 所以它輪廓過於明顯 但是卻又沒有細節 那你的話我覺得就是 在細節跟銳化處理上 剛好有一個平衡 所以視覺上是自然 這個我會有一點不想拖了 你那邊我記得我拍一張六倍對不對 我這邊有一個 看起來是用數位變焦拍的 我這個已經有點慘不忍睹了 我的還是蠻自然 對你的很自然 所以其實這樣子看來 Pro Plus的鏡頭模組表現是 三個都贏啊 三個都贏囉 對我覺得就是歸功於它有額外處理器 第三個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自拍的表現 這是最重要的精華 前面什麼什麼望遠都沒關係 我覺得這也是很多人買Pro Plus 我記得很大的理由之一 非常滿意 它裡面其實有預設的濾鏡 多皮 多筆 大眼 還有補妝的立體 但一鍵按下去預設數值 剛剛想到它就是都調30 其實是覺得非常剛好 沒有到大概 還是你 但是氣色好了 其實我覺得對岸的相機 它在自拍的濾鏡上都有蠻多的選擇 而且它是內建的 它就是認為大家都需要這一個功能 Pro跟Pro Plus的前鏡頭都可以調剛講到的那些功能 那如果是主鏡頭 你一樣可以開美機 但就沒有這些功能可以去調 現在就來比較一下Pro Plus跟Pro拍出來的自拍 一眼看下去最大的差異就是Pro Plus它顏色更暖 Pro它拍出來就比較偏白一點 為什麼它看起來就比較高級 我覺得Pro出來的相片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Pro Plus的質感硬是好上去 感覺Pro上面的瑞化就是做得再多了一點點 刻意強調細節的感覺 但是Pro Plus上面我覺得就是更恰到好酷 大家比較喜歡哪一支的表現呢 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好那接下來這一部分呢也是重頭戲啦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夜拍的功能怎麼樣 首先就是要看我自拍照 剛剛就是把我們的棚內的燈全部關掉 然後窗簾拉起來就是模擬一個在街上 然後只有微弱燈光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會比較喜歡Plus的感覺 好像比較自然 對整個很自然 Pro拍出來很像是我有開閃燈的那種感覺 就是整個變得比較實白一點 好白喔 Pro Plus的顏色都比較飽滿自然一點 還有一點膚色 而且其實放大來看 我也是有開美機啦 但我覺得整個膚色處理上蠻自然的 膚質的處理我覺得OPPO真的蠻厲害的 這兩支看起來就是換皮膚不好 比如說在夜店或是在比較暗的餐廳 想要大家一起拍一張合照的話 我覺得OPPO完全沒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看街景拍攝的狀況怎麼樣 其實這兩張我比較喜歡Pro拍的 不是Plus拍的 我是個Pro看起來比較自然 那Plus它這邊我遊路都已經太銳利了 雖然它是一個比較強烈 可能比較吸睛的照片 但是以自然度來說我覺得Pro比較好看 但是如果以夜拍能力 我覺得兩支看起來都算蠻漂亮的 燈光地方它好像壓的比較多 對啊這邊Pro的話就已經有點過曝了 然後ProPlus招牌裡面店家燈的那些細節 全部都保留起來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比較喜歡哪一支呢 最後呢就是要講一下4K晚上錄影的部分 欸這個觀眾好純粹啊 有些4K拍攝的影片啊 也是跟剛剛夜間拍照 我覺得有點類似的狀況 就是ProPlus AI除以的感覺比較多 它的畫面的銳度會比較高 而且它的HDR也會做得比較積極一點 所以例如說我們剛剛拍攝到 逃生出口招牌的時候 ProPlus直接就把高光壓下了 Pro的話我是用手指我直接去點那邊 它才額外的把那個高光收起來 但是其實兩支畫面的觀感上 我比較喜歡Pro 因為ProPlus它莫名的就是噪點比較多 所以它看起來比較銳利對比強的感覺 可是Pro有一種比較溫和柔和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也是個人喜好的問題 看你喜歡哪一支的風格 那另外呢 因為兩支主鏡頭都有光學防守鏡 那我們剛剛都沒有在額外開啟內建的防震功能 沒錯 拍起來我覺得就很穩了 那以上這些夜拍的比較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哪一支手機的表現呢 不知道大家看完剛剛實際拍照 買不買單這次拍照 其實我真的可能會推OPPO手機給我媽 或我大嫂 真的嗎 它內建的美顏功能 原相拍照功能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很喜歡 而且重點就是你不用再去改第三個方程 是整個使用門檻就是不一樣的 就降低很多 對啊 這其實也是我最後想要聊聊的一個話題 現在拍照片就變得很速食設定 嗯 你也不用去了解光圈是什麼 你也不用去了解快門速會造成什麼 演算法 AI幫你顧好好的 對 一個手指按下去 然後就拍出單眼相機等級拍出來的照片 我覺得對大部分人來說這絕對是好事 會拍照這件事情是很多面向的 對 當然你了解光圈快門 ISO 你知道如何達成好的畫圖 是需要各方的設定啊光線都天是第一人和 在過去是這樣的 那現在如果你能夠輕鬆獲得好的畫質 其實大家會變成很會構圖 跨過那個技術門檻 大家可以直接進入展現創意 展現你想要拍攝的風格的這個步驟 我就哦 我覺得這很好玩 可以看到好多很好看很有創意的照片 甚至我覺得 如果現在一般你買了一台相機來使用 不經過一定的訓練練習 其實不見得會拍的比手機好看 因為手機你隨時帶在身上 你可以捕捉很多精彩的瞬間 當我一個規格宅器材宅 你研究完規格研究完器材之後 我都在拍完片子 對你都已經拍完 阿三你自己會想要換這一支嗎 以相機的表現來看啊 我會蠻想要 Pro Plus 所以你就是 iPhone 然後再配一支 OPPO 它就變成相機 OPPO以前有一個 slogan 就是它是 Cameraphone 現在真的是越做越方便 大家相機的選擇 其實手機也是可以納入 很好的創作工具 如果大家對 Reno10 Pro Plus 10 Pro 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在留言的地方考考我們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內容 也請大家不吝嗇的幫我們按個讚 也記得要幫我們訂閱加分享喔 下次再見囉 掰掰